沒錯來幫我們的奧運國手加油囉 你看到我現在手上拿的旗子呢 就是稍後會發給民眾的 一個是國旗 一個則是大會這次設計的旗 那麼您看到往旁邊來看 現場非常多的民眾都已經在排隊 因為稍後呢 他們就是希望說可以領到這個旗子 要來幫大家的國手們加油了 那麼您可以看到現場來說 粉絲們一路的從最頂到後面 現場一路來講 已經排了至少50個人以上 就是因為說 大家都希望拿到桌上的這些旗 那麼這些旗呢 它限量需要5000份的喔 所以要拿要快 如果您想要幫您的國手來加油的話 那我們也來跟粉絲們請教一下 媽媽來請教一下您 大概多早的時候就過來 一點半 幫緊一點點 一點半 要幫誰加油 王綺麟 那幫緊一點沒關係 王綺麟 王綺麟是不是 對 還有林玉婷 還有誰嗎 還有想幫誰 大家 是 那今天來講的話 等一下會不會希望說 可以跟他們有一些互動 或怎麼樣 希望可以幫我簽名 簽名好 我們可以聽到粉絲們非常熱情 希望說可以有簽名 而且呢 可以讓林玉婷 或者說是王綺麟 等等的國手都能看到 那麼今天來說 您看到現場非常多的人之外呢 現場呢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中校西路 而這個地方呢 稍後就會來進行管制囉 我們先看到旁邊 現在來說呢 很多的這個紅龍已經架了出來 還有包含警方 也都已經抵達到了現場了 那麼您看到 稍後有哪一些管制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 包含了呢 我們看到王旁邊 從兩點鐘開始 包含重慶南路 保禁路 到這個橫陽街口 還有凱道 通通都會來做管制之外 兩點四十五分開始 重慶南路 香陽路 館前路 會一路的到六點鐘 通通都是全面禁止通行 另外還有在三點鐘開始 中校西路 管前到中山南路口 往東外側的三線車道 通通也都要管制 那麼什麼時候會停止 就要是狀況來做調整 不過我們目前知道 目前來看 其實這一整個規劃來說 會一路的從總統府 緊接著香陽路 管前路 有英雄谷之外 緊接著就是我們這邊的 中校西路口 那麼一路的往前 就會到中校西路的天橋上面 現在也有很多的大炮 已經架設好了 就是希望說等一下 把所有的畫面 都可以帶給粉絲們 以上就是我們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這把時間交換給棚內